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選擇籌碼強勢股 操盤手非你莫屬 大家好 我是籌碼大師李宗欣 昨天美國股市相當戲劇化 早盤經濟數據還不錯 就業報告不錯 大家想FED要開始縮減購債 昨天早盤美股是開低的 開低一路往上走 最後尾盤竟然翻紅上漲 為什麼 好像兩黨達成協議 所以美國政府停擺的問題 可能會獲得暫時的紓解 好 那因為這樣子 台北股市今天就大漲 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嗎 其實也不盡然詮釋 因為其實在這一波的回檔裡面 我一直跟各位說 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融資 不是股票好不好 好壞的問題 或這個公司有沒有賺錢的問題 因為很多投資融資戶在裡面 我是大戶 我要怎麼辦 我拉起來你都賺錢 所以我就不拉 我反而往下殺 殺到你不得不斷頭 斷頭完之後呢 我在下面撿 然後就上來了 所以我記得昨天大事有話 也跟各位分享 我待會會拿昨天大事有話 給各位看 那記不記得昨天我提到什麼 我們投信 投顧工會的張理事長 張錫理事長 他真的是蠻神的 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前天才說 大盤這裡 前天 10月5號 他說台股修正進尾聲 他到未來第四季會長到哪裡去 我們不說 重點是這裡 前天 他說大盤差不多見低點 我記得昨天我在節目裡面說 他說上漲點數多少 那是他說的不是我說的 我在節目裡面 預測指數的未來的高低點 但是我提到了 他之前提到了兩次 一次是在5月13號 張理事長提到說 台股已經超跌了 在這裡 隔了兩天見低點之後 就往上衝了 這是5月13號他說的 各位上網都可以查得到 8月20號 好厲害 在這裡 他又說 本益比跌到13倍 是歷史的地檔區 超便宜 隔天都長紅了 所以他每次喊話的時候 大概隔一天或隔兩天 大盤就反轉了 好厲害 同事在開玩笑 哇 那如果張理事長 每次說低點的時候 期貨來做多就賺爆了 真的 你看 他三次提出來 第一次5月13號 第二次8月20號 第三次就在前天10月5號 都是幾乎在相對的 甚至是絕對的低檔區 好神准 我相信這也是他多年的看盤經驗 所以有的人是這麼做的 反正看多 永遠跟你說做多 這個地方 反正到了最後 在低點的時候拿出來做 你看這個地方我說做多 可是一路以來每天做多 股票也是這樣 一路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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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一天買到最低點 操作上我一定不是這麼做 我的邏輯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我一定是買多頭的股票 那所以前兩天 我不是搶跌身的反彈嗎 有些觀眾朋友覺得 老師你怎麼會搶跌身的反彈 跌身股也可以搶反彈 只是說你搶反彈的邏輯是什麼 例如說前兩天跟各位分享 賣股票的邏輯 一般就兩個 就是漲多了我來賣 或者是很害怕未來會更低 所以來賣 對不對 兩種 做多其實也是一樣 有人覺得跌身的來做多 或者是未來它有高點 所以來做多 所以這兩種買和賣的心理邏輯 我相信其實就是影響 股價的重要因素 因為股價就是買賣交易 雙方撮合的結果 那如果賣的人多買的人少 就跌嘛 對不對 那買的人多賣的人少 它就會漲 它是一個多空雙方交戰的結果 那麼舉例來說 昨天這幾天好了 因為我相信今天看到航運股大反彈 大家都滿傻眼的 其實你說老師前兩天 航運股不都還在跌停嗎 今天為什麼漲 其實我在這幾天都一再不斷的 在節目裡面提醒 剛才各位看到 張理事長在10月5號說大盤 真的這個地方已經相對低檔區了對不對 10月5號 那看一下我在10月4號晚上怎麼說的 10月4號晚上 禮拜一晚上的大世界化說到 禮拜天也說融資減 禮拜一融在減 不過如果各位不是用融資持有的 不是因為斷頭而非賣不可的 因為我認為禮拜二 就是10月5號會出現融資斷頭 因為禮拜五貨櫃三雄跌停 禮拜一貨櫃三雄又跌停 所以我個人判斷在禮拜二 10月5號貨櫃三雄會出現斷頭賣壓 也就是早盤會開低 那開低如果不是因為斷頭非賣不可的 請再忍耐一兩天 以免恐慌心理而殺在低檔 現在看來我們還滿有先見之明的 看跟張理事長也差不多對不對 我們在最低點的前一天 提醒我們的家族成員 提醒所有的好朋友們 如果你真的不是因為融資斷頭 融資斷真的沒辦法 我也救不了你 那如果你是持有個股的話 真的不要殺 不要在恐慌氣氛之下 殺在前天 我昨天節目不是說嗎 殺在前天你盤中就開始後悔了 賣掉之後買不回來怎麼辦 到今天不要說後悔了 今天就昏氣了 因為前天才賣掉 為什麼賣 為什麼 就是因為恐慌心理 賣的原因有兩個 前天在這麼低還賣 為什麼要賣 不是因為漲多賣 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害怕未來有更低 你趕快賣一賣對不對 我說的沒錯吧 因為看到國際股社的狀況 看到好像台面上 全部都利空消息 看到自己的股票 看到自己的投資的虧損 好像一天比一天 看到這個 你自己的交易紀錄 糟糕 越虧越多怎麼辦 盤中 心當中快停了對不對 所以 看到連續兩天 貨櫃三雄的跌停 如果你砍在前天 剛好昏倒 這就是我說 你買賣股票 如果你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而不受所謂的消息左右的話 這樣子才比較容易成為贏家 如果你總是跟著消息 跟著新聞 跟著媒體 跟著心理的感覺走 那跟著心理感覺走 那股市操作肯定是 肯定是比較累的 這是我太多年的經驗 你一定要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所以你看我昨天怎麼說 昨天晚上的大世界話 反市場操作 其實我寫大世界話的時候 美股還在跌 還在跌 只是很可惜 昨天美股上來 老師你為什麼說很可惜 我待會跟各位說 你看 昨天的常鑊和陽明 融資大減而融券大增 為什麼融資大減 因為大家看壞 對不對 持有融資的 除了因為斷頭賣壓之外 認為看起來還有低點 我先跑了 為什麼融券大增 因為也認為未來還有低點 不然為什麼融券 融券是跌才會賺錢 對不對 所以融資大減和融券大增 表示市場看壞 但是我們看到 外資卻連續買三天 常鑊和陽明同樣的 這兩檔股票 外資連續大買三天 那建議明天逢低 再來買方 老師今天沒有低了 沒錯 有點可惜 昨天不是我出了一半嗎 有大概三四塊錢的價差 沒有買回來 昨天我看到早盤美國跌了三四百點 我很開心 今天一定有低點買回來 只要開平盤開低 我都賺錢 都有價差 今天一開高 就開到我昨天賣了成本附近 我們賣了一半 那我賣了一半是 我的看法是 應該還會震盪 所以拉回來 我昨天不是說 我賣掉那一半 有低我還要把它買回來 對不對 我是這麼說的 為什麼買回來 因為買回來是未來看漲 我要買回來 是不是 所以這個是操作的邏輯 所以今天 不好意思 會員我買不回來 因為今天一開盤 就跟我賣的價錢差不多了 那沒關係 那我們還有一半就續報 對不對 我們還有一半就續報 今天是超 實在是蠻有趣的 我們是買了哪天 我們買了這天 買了96塊6的 買了96塊6的 我公開說 我不是買這天 也不是買這天 會員沒有那麼多錢 去每天買跌停 我們在連續兩個跌停之後的第三天 上禮拜五跌停 禮拜一又跌停 禮拜二重挫 開盤跌半置的時候進去買 所以這就是一個操作 為什麼敢在這個地方搶反彈 其實不是敢不敢的問題 我在大世界話也有寫 因為敢就是用賭的 我不是敢不敢 重點不是敢與不敢 是我們規劃好了策略 然後想好了方法 瞭解目前市場 融資融卷和大戶籌碼的狀況 才做的決策 懂的意思嗎 而不是用拚的 用賭的 這裡應該是低點 跌停板 這裡應該是低點 一路往下買買的手都軟 所以我的操作上 一定是有所本 有規劃 結合了我30年的操盤經驗 所以今天一談起來 大盤談上來了對不對 也蠻有趣的 現在看來 張理事長真的很神準 他講完隔兩天長紅對不對 講完隔天長紅 講完隔兩天又長紅 差不多大盤還真的準備怎麼樣 反彈可能要變回升了 當然到了禮拜五或下禮拜 這個十字均線下壓 還會稍微 這裡是震盪一天 這裡是震盪個兩天 所以可能還會震盪 不過就籌碼來看 我記得前兩天不是有說嗎 目前的位階 這裡融資比這裡低 還低不少對不對 這裡的融資水位比這裡低 所以籌碼是不是相對安定 那就是囉 所以不要在恐慌的時候 如果各位你有看我大世界話的話 希望各位你沒有在禮拜二 在恐慌氣氛之下 把你手上股票賣掉 當然這兩天反彈上來 如果你沒賣的 也許明天禮拜五 可以做一些減碼 好股票 趁它拉回的時候 再一起來進場 那我幫各位打造了一個 專業操盤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邊是Telegram QR Code 右邊是Light at QR Code 趕快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那有些小朋友在問 因為最近 不只是新增加的會員 新增加的好朋友也很多 那有些新朋友說 老師 你的大世界話的籌碼表格 我要怎麼看 來 加入籌碼大師的Light at 然後點擊右上角的記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 籌碼大師的大世界話 還有籌碼表格 還有週五的一分鐘小學堂 又快到了 今天是禮拜四 明天 那禮拜六 禮拜天 你會看到 週五的小學堂 會教各位一些 技術分析或籌碼分析的一些PIPO 一些小的Make-up 這蠻有趣的 也是30年操盤經驗的精華 所以成為我們好朋友 邊學習邊成長 邊學習怎麼操作 如何成為一個操盤手 如果藉由正確的操作方法 還有徹底的執行力 來從一般的投資人 晉升成操盤手 當然不是這麼容易 我很坦白說 需要一些時間的淬煉 但是我很希望 能把這個時間 盡量的縮短 希望各位能比較快的 從投資人晉升成操盤手 可能就是需要實作 需要正確的觀念 你一定好你自己的停損停力機制 那這個還蠻重要的 像最近的航運三雄 真的讓投資朋友 真的不曉得怎麼做 你看 昨天超過海運幾乎收低 對不對 說得相對低 說得相對低 結果呢 結果我們發現 剛剛看到了 我大世界話寫的 融資大潛 融券大增 好 這些昨天賣掉的人 因為資檢 表示散戶在賣 券稱也表示散戶在空 對不對 因為大家賣 都是在那賣方 就今天超過海運開高 那昨天賣掉 你就買不回來啦 對不對 我就說他一開盤 大概就來到我昨天賣的 差不多位置 所以我就沒買回來 因為沒價差了 沒買回來 不過還好 還有一半 那為什麼買 長榮海運呢 因為 禮拜四已經 十月四號 已經是第二根跌停了 上禮拜五 第一根跌停 但是這個禮拜一 禮拜一 為什麼它又跌停 因為 禮拜五美國上漲 是不是 我們不是這麼說嗎 禮拜五美國上漲 大戶一定要再 再洗盤一下 到了禮拜一 十月四號 晚上美國跌 它才有可能出現什麼 這裡會絕望 美國漲都跌停了 美國跌那還得了 算了賣賣掉了 我們就買了這一天 買了九十六塊六 就買到這裡 買了九十六塊六上來了 那我昨天不是說我賣了一半嗎 對不對 賣了一半 說到這裡 一開盤就開到這裡來了 可惜 沒關係 我們還有一半 我們還有一半 那一半就續爆 今天韓運股就變成這樣子 哎呦 萬海 陽明 長榮 老師那我要怎麼做啊 對 跟著我們做吧 你每天看著消息起舞 上上下下 心情跟著股價起伏 然後你看著盈虧數字 哇 好像 那震盪了 心臟 就像有些 心會說 老師心臟不好 真的 真的不能做 所以我說 你一定要有一套 你自己的方法 因為每個人都想在股市賺錢 可是股市它就是一個 很現實的戰場 我碰過太多的投資朋友 在他個人的領域 甚至有些已經是退休了 現在自己當作一個投資人 本來希望說退休之後 做一做股票 這樣子不會老人痴呆 對不對 有人說退休之後打麻將 不會老人痴呆 做股票也不會 希望做個快樂的投資人 結果發現 退休之後變成痛苦的投資人 為什麼 因為他發現 投資領域跟他原來的工作領域 好像完全不同 即使原來是醫師 會計師 工程師 老師 到了股市 好像也不太容易成為贏家 這些IQ可能本來就很高 甚至醫生 我幾個同學是醫生 在股市也摔了很大跤 為什麼 都是人 人都有人性的弱點 並不是IQ夠高 就在股市就會贏 往往是EQ好不好 所以要成為贏家 除了你要知道自己的方法之外 你需要建構一套方法 而且去執行 所以我希望 在比較短的時間 你能很快的成為一個 真正稱職的操盤手 像這兩天 我們在找股票的時候 這張股票你看 尚未投控 老師這種股票怎麼抓出來 我記得上個禮拜 在跟新的會員一對一的時候 我跟他講 底部的股票 我向來不太有興趣 我相信 每位投資朋友都知道 老師這個不太屬於你的菜嘛 左邊有人 你都說左邊沒人 左邊有人的股票 你為什麼會選他呢 因為這裡報的量比這裡還大 我今天才跟會員解釋 他其實這一天出的量 一天的量 他等於一個月的量 每天他成交兩百多張 一天成交五千張 這一天就五千張 所以在PTT上 有人在這一天放空 在這一天 我們出現紅色的前一天放空 那天五千多張 一天的量等於一個月的量 隔天變兩萬多張 怎麼樣 繼續空 這就是我說的 你的超速策略可能不對 逢高空 你覺得他漲多了 空 空你要跌下來才會賺錢 對不對 因為空單在上面 你看喔 這裡是不是報出 底部報到巨量 比最高點的量還大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真的蠻有趣的 所以在10月5號這天 我們拉回來進場 對不對 拉回來進場 10月5號 10月6號漲停 多開心啊 對不對 10月6號要漲停喔 10月6號 對不對 110.5 今天我印圖的時候 還沒有漲很多咧 今天漲到哪裡去 各位看一下 今天好像拉尾盤吧 蠻厲害的 各位看一下喔 3708 找盤 開盤洗一洗 又拉上來 收在今天的最高點 竟然收在117了 各位看一下喔 這些是融炫的空單 這裡就開始仰空了 哇 這邊又空 哇 空單已經3550幾張了 空單從這裡開始空了 今天又收最高 請問一下 這邊的3000多張的空單 賺錢還賠錢 賺錢還賠錢 那當然是賠錢 所以我那天同學問我 空單那麼多的股票 會不會軋空 我說一個很簡單的條件 空單如果賠錢 它就會軋空了 如果空單賺錢 就很難軋空了 那你看看嘛 昨天的常用海運 空單增加好幾千張對不對 空單今天大漲 空單賺錢還要賠錢 賠錢 那賠錢空單就要小心了 就要小心了 這才會軋空 空單賺錢是沒有軋空的 上尾投控底部 有沒有 爆天亮 所以今天繼續收高 今天收最高 我還印的比較低 他收117 收到這裡來 那其實有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 你一定要跟上 老師很誘人 這一檔股票底部爆天亮 所以哪一檔 下階段來跟各位分享 但是重點 你要先訂閱 充滿大師YouTube官方頻道 最新的市場資訊 讓各位讚無勝 記得訂閱官方頻道喔 按讚 訂閱 點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先進廣告 下階段回來 我們先進廣告 會再進廣告 五週生意 維他命EC口含定 必勝大漲夫 全家人的超級食物 我選黑白配 貴格黑芝麻 原杏仁骨奶 營養師專業調配 黑白超級食物 多骨多健康 冷熱衝 營養好喝 貴格黑白骨奶 泳城國際投骨 比值承信 專業 客戶至上 領先掌握市場先機 陣容堅強的知名分析師 一流的研究團隊 專業紮實的研究分析 為會員創造一流的績效 成就市場一流的口碑 泳城國際投骨 擁有完善制度 頂進應軟體設備 你不投資準確性及時效性 用心對待每一位會員 用精疲獨到的投資建議 我們是領域永遠的依靠 我們是領域投資的 獨二選擇 永成國際投骨 用誠信專業創造績效 一通電話財富翻倍 一通電話希望無限 永成國際投骨 入位專線 02-2563-9777 02-2563-9777 服Panda一點 生活經濟點 美食外送 優質餐廳任你點 優質美食免費外送 立即訂閱PandaPro 聘固外籍看護公家庭 也可使用長照服務 外籍看護公勤駕駛 可申請喘息服務 專業人員到宅提供照護指導 或沐浴車服務 交通服務接送長輩到醫院 巷弄長照站等據點 府去及居家環境改善提升生活品質 更多資訊 可播1966長照專線 或至衛福部長照專區查詢 愛唷 我的胃啊 你先為我的慘放鬆 怕欸 配套好了 嬌米一肚子的氣 張國洲 牆未散 還好 那些根本都不需要 被人踩在腳底的地下階層 為了女兒 就算要賣掉扮特心臟 也一定會讓你住在這裡 她將不畏強權 不配反擊 Penhouse上流社會華麗登場 掌握市場先機 總是給您獨到的投資建議 每週一到週五下午2點 籌碼大師 領中心 請看中視 帶您掌握市場趨勢 歡迎再回到籌碼大師 上個階段跟各位分享 其實大盤最恐慌的情況 好像在禮拜二過去了 所以今天禮拜四 現在大家就覺得 看起來老師你講的第四季的行業 好像真的要開始 可是前兩天在跌的時候 我不是說嗎 剛好十月初在跌 不就是它開未來第四季的空間嗎 可是在第十月初在跌的時候 投資人看到的是 老師我的虧數好嚴重 一直在跌 然後所有的國際消息面 好像都是利空 國際公司都在跌怎麼辦 所以我說你一定要用理性的判斷 老師問我怎麼用理性的判斷 很簡單 我們看到大數據 然後看著我們的籌碼 看著融資融券 所以操作上 你一定要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選股票 最近我們的金鑽會員選的股票 尚未投控 天兩天我不是說買進去在這裡 前天買了 昨天漲停 今天創新高 今天收盤比這裡還高很多 重點是 剛才各位看到這個 這裡就開始養空了 大家覺得自然股票要掛 空單開始慢慢增加 紅箭頭的前一天 空單已經開始增加了 已經增加一千多張 那天隔天漲停 空單會怎麼做 空單不可能 停損之後反手做多 你覺得你做得到嗎 如果你做得到 他就是操盤手 對不對 停損 不只停損 過了嘛 底不行 他就W底 對不對 那個網友他說 W底僅限過的話他就停損 如果停損翻多 不是把這賠的賺回來了嗎 人性做不到 所以你要系統帶回去 你就做得到了 為什麼那麼強 因為底部爆天亮 對不對 這裡的量比這裡還大 這裡一天的量 就超過一個月的量 是不是天亮 這些空單是不是空到底部 是不是空到地板 是不是空到底部 現在空單會怎麼做 我跟各位說他只會一路往上繼續空 他不可能停損翻多 不可能 幾乎不會 他頂多回來一下我補 補了之後談起來我再空 大概只剩下這樣的宿命而已 所以你應該跟我們一樣 在底部出現訊號跟著做 這檔如果你錯過上尾投控 上尾投控比較貴 這檔股價就比較平易近人 這檔一樣空單 這一天出現空單 隔天漲體已經被嘎到 已經被嘎到 已經被嘎了一千多張的空單 他一樣 跟上尾投控一樣 底部爆天亮 對不對 這裡的量比最高點量還要大 股價只有高點的一半 這裡的量比這裡還大 上尾投控不是一樣嗎 是不是 最高180 這裡80 這裡的量比這裡還大 所以他會不會漲 會 其實我們金鑽會員還沒進去 因為上禮拜買的是上尾投控 所以這個禮拜就明天 明天不是就是金鑽會員 要買股票的時候嗎 對不對 這是我們金鑽會員 這是我們在經濟日報 公開參賽的績效 所以跟著我們同步 明天這檔股票 一定要跟著我們進場 就跟著我們進場 對不對 來 明天跟著頭碼大師 跟著我們進場 運用大數據 挖掘提升財富的金礦 就這檔股票 跟著我們同步操作 一定要有 這檔一定要有 好朋友 拿起電話 立即撥打自負三線 成為自負贏家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同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實施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更好 並自負財 czyń 眾多 狂 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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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多